确实很多现在的网民 我现在看到的很多都认为说 安华应该要退休了 安华应该要让位给年轻人 包括让位给他的女儿Luisa 每一次提到安华的时候 如果是Live的节目下面肯定有很多 我相信是支持西蒙 支持行动党 支持安华的人 现在对安华感觉上有越来越多的牢骚 不耐烦 你觉得到底是什么原因 原因很简单 他落实不了他给人民的承诺 几次了 所以那个原因为什么 人民会感到牢骚啊 不满啊 等等 就是那么简单的原因 那是否他必须让步 给下一届的领袖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个人的意见我先保留 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 必须在西蒙最高领导层内考虑 因为这个问题不能够不谈 一定要谈 只是说 目前你如果看我们的领导层有谁 比安华还有资格 做首相 目前没有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 接受如果他没有一天 给接班人机会 那接班人肯定也没有机会 比他还要表现的还要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有点 鸡蛋来线的这种状况 鸡或鸡蛋来线的这种 这种状况 所以这个问题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们也有听到 我们也不是耳聋的 我们有听到民众方面的反应 也理解为什么他们有这个反应 我们现在 我先非常坦白的 跟你的听众分析 如果我们觉得 安华必须让步 但安华级公正党 不觉得 他需要让步 我们应该做什么 如果我们不接受 硬硬要他下台 这就表示西门完蛋了 百分之百分裂了吗 你不认同你的主要领袖就分裂了吗 这个代价值得吗 所以民众当他们讲说 我们要安华必须下台 让新的领袖 让鲁路伊札也好 塞福丁也好 其他人也好 Shafi也好 大家可能必须考虑的就是 如果公正党不愿意 我们应该做什么 让西门分裂 这个代价很大 因为让西门分裂的话 可能在下期大前 我们的表现比安华做领袖 还要差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有时候必须考虑到 下一步的问题 是否安华需要让步 不需要让步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需要考虑的 但可能那些在外面 关注我们马来西亚 西门政治者 必须理解 如果我们强硬的话 西门分裂的话 它的效果可能会更多